安寅的死给唐浩带来了巨大的打击,他从此一蹶不振,但是唐三隐居在了圣魂村,成为一个靠打铁为生的酒鬼。 自从唐三能自主做饭以后,唐浩都没再管过他,唐浩本来想哄哄哄过完这一生,直到从唐三身上看到复仇的希望,他才从酒水之中清醒了几分。 仔细想来,唐三和他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顿不多,而且童年时候过得也并不好,唐浩也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,两人的感情都是在重逢以后才有所进展,为什么唐三对唐浩另有一丝怨恨呢? 这还得从唐三的前世收起,他为他们逼至死路的时候都未曾对他们有过一句怨言,甚至临死的时候还在想着给他们留下的人了。 当他穿越到道路大陆以后,这些瓶颈也保留了下来,而幼年时期在照顾着他的是唐浩,虽然不是个好父亲,但在唐三心里,这个原始中都是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存在。 而且除了幼年时候的经历,唐浩也没有在唐三遇前产生更多的富裕形象,他对唐三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,但也没有对他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,所以唐三才会更远替父亲还债。